太低咕 小歪了 小歪虽然说跟你对抗都没什么优势 但小歪本身的这个六级技能 可比你先知那个 那个技能在 塔下使用的多 好这边应该拆掉了吧 还有队兵 有没有R轻一下 轻一下轻一下 好TP过来人了 赶紧往两边走 破墨 又TP过来一个 这个塔还是没有打掉 破墨跟牛对着 T一个A一下 刚才三杀应该装备 跟级别都不错 六级 牛走过来 赌到里面 A跳到他面前 有没有网什么的 先捆住两个人很漂亮 赌到里面了 古法下面一个爆 爆死一个自己诅咒 可能也要死了 再干掉一个 这边这一剑 没射中 这个诅咒没有把它干 没有把它干掉吗 好捆住了兵女 兵女直接TP 很聪明 给了一个大 没有把古法抬死 古法刚才好像不在视野里面 错了 古法是自己人 这边我们看到 兵女装备是两树枝加两清澈 无疑是一斜加一清澈 一个弹幕棒 兵女没斜的 完蛋 那遇到乌朗河就真的很悲剧了 先就传过来 基本上可以确定 他的这个悲剧命运了 好 那这边继续是拿中塔 中塔这边TP过来一个人 我们看谁 是小Y 小Y刚才也是 电一下 但是小Y的技能 没有大的话 只有一个电一个网 输出不够 牛一个F接上了漂亮 那这边就是Blow 倒下 语言这会儿是一拳两拳套 这个装兵打得太惨了 应该Blow里面补刀上 压得比较狠 虽然没把他磨血磨死了 但是压住他这个打钱空间了 我们看前数吧 这张比较OB 是MM的Playmate 我们知道这个目前 尼巴娜的赞助商 那个叫Lavin吧 这个读得比较奥口 那么他就是 这个Playmate的徒弟 估计也很虎 他还没跟他打过 不过北美其实跟 中国这边的网络连的 还是不错的 基本属于可打的状态 好这边死闻的位置 一个人被这么多人轮 先手网住 诶这天上蜜什么呢 老想着钱的不来杀人 好像漂亮这个大 直接死了 不过我看到先这一个大 就把无疑打了不少血 这个被轮得太狠了 而且天方人也反应慢了一点 这边POM的钱存到干什么 是出飞鞋吗 看下POM1100的存款 没有出甲腿 那可能是想出飞 好超演距离 先手晕再配上 愚人的后手晕 这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 瓶子接上 哎呀队友真的是 想法不一致啊 思维不同意 不过这外打算拿了掉了 钱是挣到了 好 那中路这边 古法也在退 牛是非常好的一个防守点 那么古法也是同样一样 有防守有进攻 当然古法缺点就在于 古法的血太少 而且古法没有牛那样 特别好的超远距离控制 牛的那个F 你看刚才那种情况 就是你跑了很远了 一个F定住 后面接上一踩 这是这个英雄的优势 并没有老想 牛是不是只有跳大 是不是我跳不了大 我就这颗废人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么局限 每个英雄都有他很多闪光点 不止一个 好垂上 这瓦老虎给一个痛点一下 这几乎死了 太脆了 裸体的 好这边 捅 死闻一声吼 先知过来 我老虎给了一个大 自己想逃走 抱一个吸住愚人 捆住 哎一下 愚人这边应该是倒了 无疑给了一个诅咒 诅咒住牛 然后 不是错 诅咒住古法 一个大 这个接得也很漂亮 再用这个棒子 把碰逼走 不会仅仅是逼走 锤上死闻 从右边杀过人 赶过来两刀 血死 这边这一剑 我们看很远 牛有意识地往后躲了一下 好了 这边比分目前十几比十 这个打得非常凶狠 一共快三十个人头 只过了十一分钟 我看这边牛是选择出了个香味鞋 这是为了他第一时间加速 就是高速过去把人定住 锤上反A 四分之盒的甲腿 是埋着补刀服 所以补刀感觉不太一样 小白这会儿也是拿回服 来下路推塔了 那么后面陆续队友跟上 不过我建议推塔的话 还是牛再比较好 但是牛目前也确实需要 free farm去打钱 我看牛的钱是400多 下路已经拘了四个人了 那牛应该有一路给他打钱 不要说五个人多过来 五个人多过来 这个打法还是太求稳了 踩住点灯A一下 直接把POM逼走 这个大怎么差 然后追过来 右边是古法 还有TP 这样的话机密方 就完成一次反包围 反正自己的人后面被人爆了 这边还是干掉了之前的N的POM 锤上两个人漂亮 一刀两刀 古法再一个爆 不过这个爆效果好像不是很好 这边无一给了大敖 把PG干掉了 古法一个爆爆掉牛 这边棒子插到了一个位置 把斯文捆到里面 赶紧给斯文控制 不要让他打棒子 好瓶子接上 网住不错 但斯文确实厚啊 这个吼了之后 护甲 好一刀削死 这波 古法 想爆吗 古法 点着灯 这个爆没蹭到小歪 只蹭到了乌一 这个塔拿掉了 好了可以撤退 不要硬在这个地方好 没什么好处 那比分是19比13 天方这波 人头还是比别人拿的多一点 那么鱼人也在13分钟 那波兰不经的完成了跳刀 然后仙手就不一定说指望牛了 鱼人这样跳踩柱 你走过去打也OK的 上路目前是给了牛去打仙 我们看牛目前的钱 内波团队没来 打了600多 这还是太少了 过来想打这个仙芝 不太现实 我们看下装备 仙芝夹腿挂剑 过法师要出梅肯 子敦假腿大魔棒 木老口是香味要出大根还是死灵书呢 买了个魔力法杖 鱼人跳刀 无意香味些 很注重移动速度 恢复服服 哇好东西 吃了 直接补满 被诅中的仙芝直接甩回家 哎定住了 搞不会死的 中了诅咒啊 哎那PG也是在 这个接下来 这五分钟之后啊 就非常的不顺 没打到什么钱 毕竟先知这种无控制剂的法师 很容易被人找机会杀掉的 他那个控制剂捆吧 你说近战 如果跟你挨一起捆不好 把自己捆到里面了 所以这个控制剂 并不是很稳的一个控制剂 先手可以 后手防御就比较可能 这边这一剑 我们看 喷 弦 错一点啊 就我这个视角看 应该是能射中的 但是 比如像这个上下坡 这个位置 刚才我们看就射不中了 他就射中了 就这么奇妙啊 3D的这个转化为2D 让我们看 会有一定的这个视觉差 这比如说高的地方 实际上是 它是偏下的 比如这有一个树吧 这个树尖实际上 是按这个位置算碰撞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 高地往低地射 实际的碰撞体积是偏下 一个道